對 Yabby Yo 我們愛你的調味 對你狂在裡面 那幸福的滋味 對你烹飽 又在料理甜甜甜 大家好 我是香噴噴主廚鄉師傅 我是大姐主廚周璇 我是小姐主廚愛子 歡迎收看 料理甜甜圈 今天要做的料理是 三色豆腐湯圓 趕快來看看 要準備什麼材料 材料有 糯米粉 嫩豆腐 地瓜 梅漬 還有黑糖 水 料理小知事 今天博士要告訴大家的是 黃豆的好處 黃豆又稱為豆中之王 還有許多人體必需的胺基酸 可以加強脑細胞的發展 所以對於發展中的小朋友 非常的好 而且黃豆中的鈣質 可以預防骨質疏鬆 細項適合全家大小的食品 首先要先把 紙索的地瓜倒成泥 然後我們要把梅子裡面的紙 挖出來 做得碎碎的 好 也要把豆腐 搞得碎碎的 像這個樣子 好像豆花 對呀 像豆花嗎 有 好 弄得碎碎之後呢 我們就要加入糯米粉 把它揉成麵糰 倒油麵糰的時候 記得要加一點點水 好棒 好棒 好 豆腐本身就有水分 你怎麼知道 本來就知道了 好厲害 看我神奇的雙手 麵糰揉 揉成麵糰之後呢 我們就要把它分成三份 好 一個加入低瓜 一個加入梅子 好軟喔 好好玩喔 對呀 妳看 就像這樣子壓下去 然後折進來 折進來 變黃色的耶 真的耶 那妳的變什麼顏色 紅色加白色 粉紅色 色彩學都不錯嘛 麵糰的顏色都變得很漂亮 現在我們要來搓湯圓了 好 但是要先烤烤你們 好 什麼節日要吃湯圓 我知道是冬至 喂 什麼要吃湯圓 代表團團圓圓 什麼到你們真的都很厲害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把它捏一小坨 在手上這樣輕輕地搓一搓 捏一小坨 OK 好 那我們就一起來做吧 好 看誰最快 看誰最滿 我才是你 我才是我 好 搭 搭 搭對了嗎 就是你 皇帝 好了 好 湯圓都已經搓好了 現在我們就可以放到熱水裡面 去把它煮熟 嗯 放下去了 然後等它浮起來的時候 就可以撈起來 泡到冷水裡就可以了 湯圓做好了 我們就要來做黑糖水了 那要怎麼做呢 我們要把黑糖加入水裡 然後再煮滾 這麼簡單 對 好 那我們把它倒進去 然後攪拌一下 嗯 好 攪拌了差不多 哇 好像很重要 看不到黑糖的顆粒 就可以讓它滾就可以了 黑糖對身體比較好 對啊 對媽媽啊 姐姐啊 對他們身體會很好 所以他們會合黑糖 我們的黑糖已經滾了 火關掉 全部倒進去嗎 慢慢倒看看 哇 全部 小心喔 好香喔 要全部倒嗎 擦一下冰冰 我們的三色豆腐湯圓 完成了 用豆腐做的湯圓 不只有湯圓的Q彈 還多了豆腐的香味 真的很好吃喔 美味的動 滿乎乎的 來 湯圓好Q喔 梅子的口味超好吃的 我覺得地瓜口味得很健康 什麼都不加最好吃 那小朋友 你們喜歡什麼口味呢 趕快動動了 發揮創意 你可以做出屬於你自己的 豆腐湯圓喔 親子客樂做料理 甜蜜幸福在一起 料理甜圈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地瓜遮熟倒成泥 梅子醬汁取出後 剁成泥 嫩豆腐打碎 再將糯米粉和豆腐混合後 揉成團 將麵團粉成三份 取兩份加入地瓜和梅子 混合均勻 做好的三色湯圓 放入滾水中煮滾 黑糖倒入水中煮滾 再放入三色湯圓 就完成囉